台中市4月底启动进程专案1.0成效良好 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上宣布 7月18号进行进程2.0 比1.0更加严格取缔 没有宣导期 一查到违规就直接开罚3000到3万元的罚还 还可以暗次累罚 深夜车辆呼啸而过真的太老人清梦 市府在4月底启动进程专案成效良好 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上宣布 7月18号进行进程2.0 那这次呢会更加的严格 会更加的严格 包括如果你是非法改装这个排气管 那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我们就直接开罚 那这个之前在1.0有还会劝导 那或者是排气管再验一验 你市府真的有改装或怎么样的情形 那我们会加以这个先劝告再开罚 可是进程2.0的话 我们就会有直接开罚的 那如果说拒不改善的话 我们可以按次累罚 进程专案2.0比1.0更加严格取缔 根据统计违规最大比例是改装噪音车辆 而使用未经主管机关 审验认证或检验合格的排气管即可告发 违者可处3000到3万元罚还 还可以按次累罚 此外车主也可能跨县市移动 因此这次将结合中台湾治理平台 跨县市联合机查 这个进程专案呢 我们也会透过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 联合其他七个县市 扩大联合机查 有的在彰化标 在那边取地就跑到台中 台中标一标跑去引领等等 或者跑去苗栗等等 会有这种流串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细节 我们的这个进程专案2.0 我们也会跟其他七个县市 扩大联合举行 透过中台湾治理平台联合机查 让标车组改装车辆 深夜无处可行 把安宁还给市民